诗篇第77篇 它是一个哀歌 我们透过整个二十节的颂读下来 我们就发现这是诗人 在他遇到极其艰难的处境当中 极其绝望的痛苦当中 向神发出的呼求 整体结构 看这个红色标题 分成这样五个部分 中间的中央是他的质疑 然后两边是他对神的求助 信靠神的帮助和呼求神的帮助 然后中间这个是 他以夜间的歌曲来纪念神的作为 然后这个部分十节到十二节 也是纪念神大能的作为 那这种结构呢 这种结构核心就是 在展露出表现出 他对上帝这个疑问 然后同时我们看到一个平行对照的 这样的方式就表明了 他信靠神的帮助 最外层的 所以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二节来看 这是他求神帮助的情形 他说我要向神发出呼声 我要向上帝发声 他必彻而听我 这是他表明在神的面前 要来到神的面前 要向神倾诉的那个意思 第二节就说明了他的情况 为什么这样呢 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 这里面没有说到 他具体遭遇的患难是什么 但是我们从后面 包括整个文脉里面看到 这种患难是极大的 在患难之日寻求主 这是所有真信仰人的表现 真信心是表现出来 就是他们遇到患难的时候 他们会来到神的面前寻求 在夜间不住的举手祷告 以至于他被这种痛苦患难 折磨到一定程度 他甚至夜间无法入睡 他在夜间的时候 就把那个睡不着觉的那个精力 就放在变成对神的祷告 我心里不肯受安慰 说明这种事情受到极大的压力 受到极大的困扰 以至于他无法心灵得到安宁 他在神的面前举手祷告 似乎也没有办法平复 他内心的困扰 可见这个问题极其严峻 问题极其大 以至于他在交托依靠给上帝之后 仍然无法获得安慰 然后我们看到第三节到第六节 就讲到了第二部分 他就开始追念上帝 以那种歌曲的方式来追念 回顾上帝 注意这种诗人 他遇到这种急难的时候 他夜间睡不着觉 他来到神的面前举手祷告 他甚至祷告也无法得到安慰的时候 他就开始思念 追念神的作为 那么这种追念神的作为 也是一种信心的表现 而且也是兼顾我们信心 非常有效的方法 当我们祷告 祷告不通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似乎上帝不垂听 又无法平息心灵的时候 我们比起注目 我们当下的困苦 去回顾过去上帝 如何恩待我们那样的事迹 这是使我们心里面产生 更加信心的也兼顾 非常有效的一种手段 然后他三节开始 我想念上帝 心就烦躁不安 我沉思默念 心灵发魂 遭遇极难的时候 人的反应都是这样 你使我不能闭眼 他认为他遭遇到今天这种光景 是上帝的手的作为 他就称说 你是我不能闭眼 实际上他是遭遇这种处境 是无法入睡 心里没有获得安宁 然后他认为他所遭遇的都在神的护理当中 所以直接说 你是我不能闭眼 这个意思不是说上帝真的是折磨他 让他无法闭眼 是表明他认定如今这个光景是在上帝的护理当中 甚至说出于神 我心烦乱不安 甚至不能说话 然后他说 我就追念古时之日 上古之年 一见我想起我的歌曲 我的心默想 我的灵 仔细省察 当他遭遇这种极难的时候 他就回顾古时之日 上古之年 这可能就是结合到过去上帝如何呼召他的列祖 上帝如何把他们从埃及当中拯救出来 可能包括创世纪里面的世纪 上帝因着他的应许如何眷顾亚伯拉罕 比如说我们就想到了一些细节 他们下到埃及 下到什么菲利士等等这样的情况 上帝如何眷顾他们 包括雅各 包括以色列百姓如何把他们从埃及当中带领出来 甚至在旷野当中击败列邦 带领他们经过旷野到迦南地 约旦河东的那些重要的战役 甚至攻破伊利哥 艾城等等 南征北战 约束亚时代了 这就约束亚时代 从摩西到约束亚时代 然后呢 后来这个列王等等 上帝在他们的历史当中 在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当中 行使了诸多的歧视大事 所以他追念古时之上古之年 就是数算上帝曾经对他们的恩情 那些事迹 然后呢 他就表达了他心中的疑问 七节到九节 难道主永远丢弃我吗 我们不晓得 这是指他们被掳之后的光景 还是诗人个别 他遭遇什么 急难 我们不晓得 因为经文本身没有给我们提供 明确的这个历史背景的证据 我们不晓得是他遭遇贝鲁之后 他在贝鲁之地 质疑上帝难道忘记了他的应许 永远丢弃我吗 我们不晓得 或者是他已经在自己的这个 沉重的处境当中 认为神永远丢弃他 所以难道主永远丢弃我 不是再施恩给我吗 曾经施恩过去施恩 现在不再终止了他的恩点 不再向我显明他的慈悲吗 难道他的慈爱 他的恩情永远穷尽 他的应许世世代代要费尽了吗 你看他诗人 他想起神的恩情 想起神的恩赐 想起神的应许 难道神就终止了他的慈爱 不再守住他的信实来眷顾我们吗 难道上帝忘记施恩 发怒就止住他的怜悯吗 他不知道问题所在 但是他在神的面前困惑 上帝为什么不施恩拯救我们 那这是所有敬千人 哈巴谷也好 摩西也好 大卫也好 等等这些列祖们 他们在遭遇急难的时候 都发出这种疑问哈 那这种疑问不一定代表 他们不信上帝 如果他们不信上帝 他们压根就不是 以这种在神的面前 你不再施恩给我吗 他在神的面前去向神 说话的时候 质疑的时候 这就是一种信心的表现哈 他不是带着那种质疑上帝 质问上帝 你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这样 这种骄傲的责怪上帝的心态 而是带着疑问来到神的面前 前面不是说举手祷告吗 他是 这是一种信心的表现 一种信靠的表现 什么是没有信心 当人遇到事情的时候 自己麻烦 当人遇到事情 总是去找人 这个是没有信心的表现 当然这也是人性的表现吗 我们人基督徒 信主的人也是 信主多年也是 我们本能里面就是 如果可能自己能解决的 当然不需要麻烦神 对不对 都是自己解决 但是当诗人在这种绝望当中的时候 他可能人手所做的努力都无法解决目前的光景的时候 他在神的面前 难道你不再诗人给我吗 我祷告你不听我吗 然后你永远止住你的慈爱吗 你忘记你的应许吗 你向我发怒不再发怜悯吗 他是带着信心来求问神 为什么这样 他不明白 这是他的困惑 这不是试探神 也不是怀疑神 更不是质问神 而是把自己内心当中的困惑 向神成名 这就是信心 信心是我们即便不理解现实当中的难处 但是他能够以祷告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 上帝为什么这样呢 我不懂 理解不了 用人的常识 用人的理性 用人的常理 按照自然规律 什么都解释不通 说不通 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前一段时间我也跟大家说了 在我生命当中经历这样的 按常理是无法理解的 我们之间也没有竞争关系 也不存在所谓的同行竞争的问题 大家各自都是平行的 在韩国这种文化里面 男性是公主和女性之间 永远不可能产生重叠什么竞争关系 各自在各自的这个维度上去释放 教会这种组织秩序是很清楚的 根本不存在竞争什么谁嫉妒谁的观点 但是莫名其妙就有人总是在背后 就是小动作 现在已经感谢主胜过了 就是我也跟大家讲了 这个过去挣扎 总是不理解 为什么这样 你越问为什么的时候 总是按照常理去看问题 有很多问题用常理是看 理解不透的 不合常理 当问了那么多问题 心里面还愁苦 想不通 解决不了问题 反而更痛苦的时候 最后上帝开我们心窍 让我们明白原来一切 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上帝借着这样不合理的事情 来压榨我们 来破碎我们 来让我们学习信靠他顺从的时候 一切就通了 你也不会再责怪那个人去什么不合理的去对待你了 你发现原来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手中 我里面有些问题需要解决 上帝就借着这个不合理的事情来解决 然而我却把目光只是定近在问题本身 却忽利了上帝用这个问题作为手术刀要切除我里面的一些东西 所以问题不是对方 问题是不是事情不合理 问题是我自己有问题 上帝要解决我的问题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什么时候像圣经所说的保罗保罗 扫罗扫罗你用脚踢刺是不通达的 我们总把问题定近在问题本身上 当然有些问题我们需要用一般的手段去处理 当处理不了的时候我们要反省上帝为什么人血这些事情发生 可能要有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 所以弟兄姊妹当诗人也是带着这样的困惑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甚至折磨他夜间无法睡觉的时候 他就在神的面前祷告 祷告了好像上帝不听他一样 他就问难道你不施恩给我吗 难道你忘记你的信实吗 忘记你施恩吗 你发怒气对我了吗 你不再怜悯我了吗 这样的困惑来求问神 把他内心的愁苦 甚至对自己信仰的愁苦 甚至联系到明明是环境问题 然后甚至他开始联系到上帝是不是不再是我 他和神的关系的问题了 可见这个压力很大 可见这个问题很严峻 但是诗人仍然带着神赐给他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求问 哪怕他觉得神和他之间的关系有了问题 哪怕他觉得怎么样 他仍然带着祷告来求问神 然后十节到十二节 我说制高者用手的能力一改变 这是我的悲哀 前面所有的困惑质疑 制高者 这是在古代近东一帮人也用的神 神的名字 但是圣经的作者们 他们把外邦神的名字也用在耶和华 亚卫身上 那当然不是按照一帮人的概念去用 制高者 制高者是超越一切的神 他统治万有 后面又说到亚卫 十一节说到耶和华 这位统治万有至高的神又是信实守约的神 每当诗人呼求神的名字的时候都表明他对神的认识 都表明他对神的信仰 他一称呼名字的时候今天跟我们今天基督徒不一样 主啊 这个主可能是一个抽象的耶稣的代名词 但是在希伯来人和希腊基督徒这个圣经时代的这些人的 他们每一次称呼具体的名字的时候 这个名字和神的属性和我的关系是对应的 今天很多基督徒称呼主啊 主啊 其实主根本不是他的主啊 所以这种称呼主啊 的概念就是一种空洞的代名词而已啊 所以诗人却不一样 制高者那么多名字 为什么用制高者呢 他是表明他对神的认识和信仰 上帝是那位统治的 那位信使守约的耶和华上帝 他用手的能力已改变 然后他转而说这是我的悲哀 我的小心 我的不幸 然后十一节他说我要追念 我要纪念 我要思想 我要默念 我故意把它标出来 这是诗 诗歌里面故意这个文字游戏啊 把彼此相近的这些词重复出现 表明这种强调的这种意味啊 他纪念耶和华所做的 你看所做的 纪念你古时的骑士 也是神曾经做的 思念你所做的 默念你的作为 这是讲同样的事情 同样的事情 反复的表明这种强烈的强调啊 他要思念 他要追念 在他困惑的时候 上帝为什么没有作为的时候 上帝为什么隐藏 是不是我信的上帝虚假 这是当然这个不是本意啊 我是结合我们的感受 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怀疑 神到底在不在 上帝听不听我的祷告 上帝爱我吗 我真是神的儿女吗 为什么我的祷告不应答呢 上帝你不施恩给我了吗 你不再爱我吗 你曾经对我那样的亲密 我心里的意念你都吹听 我还没开口你就应答 这样的时候 如今为什么 我陷入到黑暗当中 遭遇这样极难的时候 你不再施恩转面 转脸不恩待我了吗 转过来他就开始思念 过去就像前面所说的 他夜间歌曲睡不着觉的时候 开始思念想念 沉思这个过去的 这个神的古时之日 上古之年 等等这一切 那具体的他就说 耶和华的作为 古时的歧视等等 那这些事情 大事歧视 他就数算 当他数算这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他就 开始恢复 对神的信心 所以我们回顾我们信主以来 自从信主以来 甚至以信心的眼光 回顾你从出生以来 你经历那些人生的 你在没有认识上帝的时候 那些人生轨迹当中 上帝暗中对你保守 引到改变你人生转折点 甚至那件事情 如果那样做的话 可能会产生这样的恶果 你都会产生感恩 原来我是如此不信 甚至不信的时候 上帝都在暗中保护我 我是如此小心 我是如此对神不敬不爱 但是从我蒙恩以来 暗中上帝何等的看过我 渐渐的去开始对神 产生这种信靠的心了 然后十三节到二十节 他就具体谈到了神的作为 包括他对神的帮助的信赖 十三节说到 上帝啊 你的道是神圣的 有何神如神如上帝呢 这个神是一帮的神 这个外帮的神明 有什么神明像我们的神 以色列的神像我们的神呢 你行歧视 你是行歧视的上帝 你曾在万民当中彰显能力 这样的话背后都有故事 你曾行行歧视 这个不是空洞的 都是基于过去祖宗们流传下来 或者借着五经 旧约圣经记录在圣经里面 上帝曾经在他的百姓当中行的歧视 你行的歧视什么创造啊 你行的歧视具体的拯救的事件啊 你所在万民当中彰显能力 那这个可能就是出埃及记 或者说在旷野当中 在征战加南地的过程当中 约旦河东约旦河西所行的一切神迹啊 那些能力使列邦周围的民族都听见神的作为 心消化如水这样的事情 你曾用绑币看到这个是救赎啊 注意诗人提到了两类的这个神的作为 第一类就是救赎 你曾经用你的绑币 绑币就象征着神的能力啊 上帝以他的大能赎了他的子民 出埃及记啊 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 希拉就是修纸符啊 诗篇里面修纸 停顿的意思 那什么意思 就开始思想到底上帝如何拯救了他的百姓 这个具体的内容就开始回顾啊 这个时候停下来思想到底上帝如何用他的绑币拯救了他子民 雅各和约瑟的子孙啊 这个创世纪结尾的时候 我们看到四十几章嘛 就谈到了他们下埃及的时候 那个祖谱 约瑟已经在埃及了 雅各和属他的人七十多人 然后包括约瑟的子孙 这个目录就是可能是讲到出埃及记的事件 然后他就开始感叹上帝啊 种水见你 种水一见你就惊慌 深渊 密云 天空 雷电 闪电 大地 这个都是大自然现象 对不对 讲到创造 上帝创造了一切 包括自然界 他仍然统治啊 上帝实行特殊的拯救 救赎可以说是特殊护理啊 上帝实行特殊的拯救 拯救他百姓脱离 埃及患难 上帝也继续同管 那个种水也好 深渊也好 密云也好 天空也好 雷声也好 闪电也好 大地 这些自然现象 这些超越人想象和干预能力的这些 象征着惊奇的现象的 上帝都在同管啊 然后十九节 你的道在海中 你的路在大水中 你的脚踪 无人能知道 然后二十节 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时候 引导百姓 好像领羊群一样 这就是出埃及记啊 出埃及记 正面也是十五节 在这里面又形成了一些 这个像三对位吃那样的结构啊 十五节榜辈救赎雅各出埃及记 结合创世纪结尾啊 我说的这个结尾不是按照 现在五十章那个结尾啊 是指这个叙事文脉那个结尾啊 四十几章提到了雅各带他们出埃及记 下埃及 然后出埃及记开始就记录了雅各下埃及的人口数 然后后来提到他们下埃及住了什么多少年 兴起的情况 这个期间就是种水深渊密云雷声闪电 可能就暗示了出埃及记之间发生的事件啊 所以上帝在自然界当中彰显能力 让红海分开云柱火柱 在西乃山上雷电闪明 然后在埃及地击打冰雹 雷电什么江河黑暗等等 都彰显出神的能力啊 所以弟兄姊妹 这个诗呢似乎没有结尾 但是其实已经有了答案 当他回顾 当他遭遇这样的艰难的时候 他绝望的时候 他睡不着觉的时候 痛苦的时候 他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成名 告白自己的困惑 然后他就数算神的恩典 虽然他觉得上帝为什么至今仍然不施恩拯救 似乎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但是透过他追想 过去上帝在他列祖当中所曾经的事 或者是狭隘地说 曾经在我们过去个人生命当中 所行的一些恩惠的事 其实他已经得到答案了 他就信靠上帝的帮助 虽然这里面没有记载上帝如何具体的拯救他 就把他应答他 但是基本上其实答案已经有了 因为当他坚信上帝的眷顾恩典的时候 其实结果已经不重要了 已经获得了答案 上帝必拯救他 首先救他脱离这种困苦 我们以前说过 患难是客观的外在的环境 困苦是人遭遇患难的时候内心的感受 愁苦 困苦 但是上帝当他祷告得到应答 首先内心当中平安了 感恩了 释放了 困苦就没了 愁苦就没了 那随之而来的 他得到这样的确据 必然带领他超越圣国环境 要么就是让他轻视这个环境 已经超越环境了 无所谓了 那环境不再局限他了 还有就是上帝击打他的仇敌 向他彰显那种 对他的救拔 救拔他脱离患难 这是上帝应答他百姓的两种方式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在现实当中 可能遭遇的不像诗人这么悲惨 以致折磨他夜间无法睡觉 但是有些基督徒可能遭遇这种情况 晚间折磨的没有办法入睡 这种情况是现实当中会有的 但是盼望我们追随诗人的这样的教宗 像我们的信仰先祖一样 在患难之日来祷告神 来仰望神 睡不着觉的时候 不要以刷视频来麻痹自己的痛苦 祷告 举手来到神的面前 祷告有时候祷告不通的时候 默念上帝在你过去一生当中 包括你信主之后 上帝如何恩待你 有的人说哪有啊 我的一生都是苦 没有恩典 这是忘恩 你仔细数算的话 其实生命当中充满了神的恩典 过去那样恩待我的神 我不认识他的时候 上帝救我的神 难道救我已经成为他儿女 赦免我罪已经成为他儿女的人 还不施恩给我吗 不是的 那是我们的小心 以前是神仇敌的时候 上帝上去借着基督赦免接纳我们 更何况我们作过他儿女 难道他不看顾吗 不是 看顾 上帝有他的用心良苦 所以把你的问题疑惑带到神的面前 难道你要终止施恩给我 为什么这样愁苦呢 究竟你在我生命当中有什么美意呢 这么理解不了的问题 竟然这个如何 无论怎么想都想不通的这些不合理的事情 为什么都临到我呢 我们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去求问神 交给神 让神帮我解答 让神就把我的话 那个就你就是打不死的小枪 无论任何患难都可能压不碎你 为什么 你每一当压破你的时候 你都投奔烟花做你的磐石 都投奔烟花是我的力量 烟花是我的拯救 烟花的绑壁 避护避我 一环境苦难 仇敌一攻击你 你就投奔那个至高的神 都投避那个信使守约的神 什么环境能够打倒你呢 没有 即便是说暴听的 世界仇敌 独取你的性命 那也是殉道 为什么 没有人能够 即便杀了你的肉体的生命 但是他无法消灭你的生命 反而你却在信心当中得胜一切 但是问题上的很少有这种情况下 让我们就这么死去的 基本上没有那种极端的情况 除非是特殊情况 命定的授数终结了 让我们在这种信仰当中 以这种方式离世 不然的话 都没有那种极端的 也就是说 没有什么情况 能够让一个真正坚心 依赖神的人 彻底失败 因为你看到 在信心信靠当中 即便是仇敌夺取我们的财产 但是我们会积攒财富在天上 即便是仇敌夺取我们的生命 但是我们的生命却在神的面前得谋保全 最终在荣耀当中与神相会 死了灵魂可以直接回到神的面前 所以你看透了 没有什么能够彻底打败我们 因为一个人的成败绝对不是按照我们所看见的金事的现象 你升位了 我被降职了 我的财产被你没收了 我的生命被你杀了 就论英雄的 在上帝眼中最终论英雄的时候 不是在金事 是在白色大宝座面前 末世的时候最终平定成败是在上帝 那些表面看着成就好的人 光鲜的人 血恶欺压别人 好像得胜的人 最终死得很惨 最终在神的宝座面前 一定受恶劣严厉的刑罚 金事不是没有审判 但是他留有审判 直到最终的时候 清算的时候 所以神的耳末一定要获得这种智慧 就是无论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 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 让他的怀抱成为我们倾诉 投靠的那样的安息之处 这是诗篇一贯的告诉我们两种人生 诗篇第一篇就是诗篇整个诗篇的序言 诗篇一贯五十篇是整个诗篇的结尾 颂赞为结尾 诗篇第一篇里面说那两种人生 一种是智慧 一种是一万人 一种是敬畏神的义人 一种是恶人 一种是昼夜思想烟花的话 一种是不敬畏神的人 做恶人 恶人的道路 恶人的位置 恶人的行为 道路 位置 还有等等 那义人却如同栽在溪水旁 扎根在耶和华面前的树 即便是在干旱之地 他叶子仍然清脆 按着季节去结果子 恶人反而像康疲一样 看似好像很饱满 但是没有果实的缘故 最终被吹散 甚至是在烈火当中焚烧 诗篇一开始就给我们提供了两种智慧的人生 其中充满的内容就取决于 你的根是不是扎根在耶和华面前 溪水旁 你是不是以耶和华的律法为你的智慧 默想它 还是像恶人那样 恶人不敬畏神 随着自己的心意偏心几路 所以弟兄姊妹盼望我们 无论大家的重担环境如何 你准备婚姻的时候愁苦吗 婚前恐惧症 婚前焦虑 跟这个要结婚 要嫁要娶的人之间 沟通谈婚论嫁的时候 其实最疲乏 伤感情的受试探受试恋的多 你在准备就业吗 就业以后适应的问题 公司的职员关系 老板关系 你在毕业准备忧虑 这个前途的问题吗 你没有对象 正愁着找对象 或者是干脆就这个抛弃了 等等 你正在入学 新的学期开始 那个开学恐惧那种压力吗 还是等等 从前面的进路 或者是你自己健康 除了问题 正在受病痛折磨 或者说你内心当中 纠结一些问题 祷告了很久 仍然没得到应答吗 从诗篇里得到力量吧 这些诗篇不是记载别人的事 真正读进去了 其实就是我们的事 人类之间的产生的那种共同性 信仰人所有那种经历的类似性 我们都可以从中获得亮光 看到自己的影子 也看到自己的出路 盼望诗篇给我们带来安慰 让我们真正在神的面前 投奔耶和华 带着疑问去求问他 让他成为我们的安慰 成为我们的庇护 成为我们的力量 让我们人生的问题 才在他那里得到真正的解决 如果耶和华不是信使守约的神 你求告他也没有用 耶和华 如果耶和华不是至高的神 统治 拯救 万有都归他所管 他治理万有 什么雷电闪明等等 一切都在他的掌控当中 你求告他也没有用 为什么 你求告他有能力 他没有权限管 问题是正为 又能管到 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包括你的处境 又是信使守约的神 那为什么我们不去投靠他呢 我们的本性就是小心 不信 有稍有力量 就依靠自己 这样的软弱的存在 但是当环境压得我们 喘不过气来的时候 为什么不转向他 投靠他呢 所以这个时间 我们在神的面前一起祷告 求主来怜悯我们 我们五分钟迫切地祷告 将你的劳苦重担交给神 将你的问题成名给神 将你的一律交给神 求问他 让他给我们解答 然后我们也悔改我们的不幸 平时我们太多是凭自己 凭自己的聪明智慧 凭自己的力量 行事 从来不信靠神 这个是我们的 我们常常忘记神 这是我们的软弱和亏欠 求主 顺免我们的不幸 我们在神的面前 求他帮助我们 这个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这个时间一起来祷告 我们在神的面前 迫切地祷告 上帝我们恳求你来帮助和灵面 这个时间 我们在你面前祷告 上帝啊 石边就是我们的镜子 就是我们灵魂的手术道 真的其实揭露出了我们自身的问题 我们常常遇到很多莫名其妙的困扰 压力 以至于我们甚至失眠 主啊 以至于我们怀疑人生 上帝啊 这都是我们的小心 我们的不幸 你同管万有 一切都在你手中 我们的头发都被你数算过 飞鸟 麻雀如果不容许 一个也掉不下来 上帝 更何况我们所遭遇的一切 一切都在你同管当中 但是你的用心两股 我们测不透 但是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求问 上帝啊 求你来帮助 来拯救 来搭救我们 给我们力量 给我们智慧 帮助我们面对正确的 在这种环境当中去反映 上帝啊 恶人无缘无故的 欺压我们 主啊 莫名其妙的一些事情 领导我们 主啊 我们为前途 为眼前当下的事情困扰 沮丧 愁苦 主啊 我们彷徨迷茫 但是主啊 不要让我们麻木逃避 主啊 任平 躺平 任命 主啊 乃是积极的来到你面前 寻求你 因为你是我们的神 你是我们的父 你是优化神 你是我们的上帝 你是那个至高的神 同管万有的神 一切都在你的手中 主啊 更何况 主啊 我们应该来到那位 造物主 那万有与我们 有关的这个神的面前来求告 神呢 求主你来搭救我们 安慰我们 我们心中的愁苦 迷茫彷徨 你都知道 我们心中的 小心你也知道 求主兼顾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能够默念 透过默念你过去给我们的恩情 让我们信心得以兼顾 因为主啊 我们所有的疑惑都是我们的小心 我们的软弱 我们的懦弱 主啊 你仍然施恩 施恩给我们 仍然没有离弃 我们仍然在暗中保护 引导我们 主啊 帮助我们如何去智慧的去看待这个环境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克服各样的困难 主啊 求主也为我们深渊 为我们征战 搭救我们 引导我们 建国我们 主啊 帮助我们在这个金氏 这个寄居客旅的过程当中 主啊 遇到的所有的患难和困苦 你给我们智慧和力量 就像雅各叔所说的 试炼领导我们的时候 当求智慧 让我们知道如何在这种智慧环境当中 如何去依靠神 如何去面对 如何去寻求神 上帝给我们智慧去面对生活当中一切的挑战 无论是我们家庭婚姻的问题 无论是我们就业择偶的问题 无论是我们预备进入婚姻的问题 无论是刚就业在新的公司适应的问题 无论是进入新的学期的问题 无论是主啊 毕业后前面的进入的问题 无论是家庭婚姻子女教育的问题 还是退休在家等等 我们活着就会遇到很多的困惑愁苦 上帝呀 你知道我们心灵所存的 主啊 你知道我们的软弱 我们信心不足 求主加给我们信心和力量 求主以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从你的话语当中 兼顾我们的信心 主啊 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 使他求主连面垂枯 我们愿意将我们的问题都带到你面前 我们身体上的疾病 身体上的病痛 我们心灵上的软弱 信仰上的挣扎 主啊 我们的心软弱 你知道容易离开上帝 常常 主啊 忘记神 常常远离神 你知道我们的软弱 使他求主 兼顾我们 与我们同在 加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和力量 赐恩给我们 圣灵充满我们 与我们同在 我们愿意将所有的荣耀送责 都归在你的名下 求主兼顾 求主加给我们力量 求主祝福你自己的儿女 与你的儿女们同在 他们所有的劳苦 愁苦 重担 你都知道 他们的软弱 你知道 求主兼顾他们 使他们不忘记你的恩情 使他们不怀疑 你对他们的信实和慈爱 使他们不怀疑 你的能力和对他们的眷顾 主啊 你时常注视着我们 知道我们所遭遇的一切 主啊 求主 搭救我们 兼顾我们 使你的儿女们 不失去对你的信心 不失去对你的信靠 在任何的处境当中 都能够艰辛的依靠你 寻求你的面 求主 向你的儿女们显出能力 听他们的祷告 眷顾他们 应允他们 搭救他们 施恩给他们 使他们心里的力量 刚强起来 使他们心里面 真正从你那里 获得安慰 平安和确信 以至于真正让他们 主啊 除去他们心中的 愁苦和困惑 以至于让他们 真正在所有的环境当中 能谦卑寻求你的时候 真正从你那里 得到安慰和力量 经历到神的大能和眷顾 以至于他们 有勇气 获得勇气 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都能够愿意 投靠神 投奔神 不再依靠我 不再单单依靠 我们自己的力量和智慧 上帝求主来连绵我们 大救我们 眷顾我们 与我们同在 上帝显出你的绑壁和信实和慈爱 让你的儿女们不至于灰心 沮丧 绝望 主啊 让他们真正能够从你那里 得到安慰 得到盼望 得到力量 求主大救我们 与我们同在 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如同羊 进入狼群 四面 主啊 那些恶人 那些不幸的人 或者是来自撒旦的攻击 借着那些不幸的世界 常常去攻击困扰我们的时候 上帝 你亲自保守你的儿女 就像历代 你在历史当中所实行 对你的儿女的看顾一样 你在我们生命当中 也继续看顾我们 就像曾经对我们的应答 眷顾我们一样 今天仍然眷顾我们 试任给我们 求主帮助你的儿女 因为儿女们同在 让我们所有的愁苦 痛苦挣扎 在你面前 主啊 真正得到问题的解决和答案 愿主亲自在我们身上 得到荣耀 你逃造我们之后 我们必如精进一样 你磨炼我们之后 我们必更多的去彰显神的荣耀 让我们的生命更加成熟老练 除去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渣子 求主雕销塑造我们 使我们更加像主 磨炼我们 使我们更加成熟老练 求主成就你自己的职业荣耀 当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的时候 为着基督的名 愿意顺服主 为我们本身的一切环境 在所有的环境当中 学习主的给我们的功课的时候 让我们的生命更加成熟老练 世人祝福我们晚上休息的时间 让我们身心灵都能够得到好的休息 得到恢复 面对新的一天的挑战 学习工作生活 事业 家庭婚姻等等 所有的一切 求你赐下新的恩典和力量 让我们面对每一天的责任和本分 荣耀你的名 愿主亲自带领我们用而同在 祝福你自己教会 保守你的教会 兼顾你的教会 听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祷告 如此祷告 乃是奉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声明祷告 阿们 我们一起主祷文 结束今天的祷告会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兄 因为国度全变荣耀 全是父的 直到永远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